好弟子向师父请来 现在运送一位师兄的分享 借此与众佛有共勉 感恩师父 这位曾修于2016年感情业障来临 他近四个月的时间 已经受了浅世业力的折磨 从他很早就慈悲点化他 可是当他开始念经花姐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这件事让他更加深信英国 感情不是儿戏 16年就使人清修的他 曾经用全部的功德去化解此事 但是根本没有化量 他修行五年多 而且是全职的 助人法会二十场 助人数量和放生数量 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但是遇到这种大的业力 还是抵挡不了 这让他真正知道了 什么是因果循环丝毫不爽 他说 曾经自认为修的还不错 直到此时才知道修的根本不够 差得太多了 在此过程中 他的心态也有很多的变化 他曾质疑菩萨 质疑师父 甚至心声退转 他说 之前每天做因果方面的素材来助人 当事情发生在自己头上 就忘了菩萨不动因果 或者是循环因果 菩萨不能阻止事情的发生 只能大事化小事化无 他曾经梦到对方曾有一事救过他的命 还有一事死在他眼前 两条命的业力可能一下子消失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件事让他彻彻底底明白了 什么叫因果 他怯悔道 我对不起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菩萨 对不起师父 从这个事情我也看到自己境界是 境界是一个小人的境界 曾经菩萨和师父帮助我那么多 现在有一件事情没如我意 我就左右质疑左右怨恨 我修得太差了 对不起 希望借他的经历 想与仪式修成的师兄共勉 一 修仙如履薄冰 若已经使愿清修 就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感 不是前世情缘 不造今世心业 二 在平时业力还没有来的时候 多多积累功德 业力有苗头了 马上化解 一刻不要犹豫 业力来了 一定要多看白化佛法 有助于明理开悟 须弥断祸 坚定道心 四 时刻提醒自己 一切都是因果 菩萨不动因果 自己的业力要靠自己去消 不生称恨心 老弟一念称心旗 百万帐门开 六 时刻对他人 对菩萨都有感恩心 一切都是我的僧上缘 在此向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菩萨忏悔 向师父忏悔 向东方台的师兄们忏悔 也向对方忏悔 受到此事影响 所有的人忏悔 感恩师父 嗯 现在知道了吗 帮了人家 人现在的毛病就是 人家对你好了一辈子 只要有一两件事情 不开心 把人家 所有的对他好 全部可以忘记 你说这种不是小人哪 这种人的心态 和这种人的根性 你说怎么成佛啊 对不起师父 现在看到了吗 自己老公要死了 你看看他老婆哭成这样 你们都要引以为戒啊 听得懂吗